俐落的360度後旋梯 木板硬生列成兩半 置評高中三年級的侯光舞 展現十足架式 今年首度參加全運會 就稱霸跆拳道男子58公斤量級 28號開打的台北城市被邀請賽 他也將代表桃園市出征 目標同樣直指金牌 經過這次全運會就是經驗吧 因為全運會的人實力都不弱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能拿到金牌 對自己來說是一個肯定 就是對自己的經驗 還有動作技術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台北城市盃時間相當接近 十二月一號的總統盃 被國內選手視為重要的前哨戰 代表台北隊參加的陳玉穎 原先專攻女子四十九公斤級 前陣子歷經辛苦減重將近八公斤後 本屆賽事該挑戰四十六公斤級 希望開出好彩頭 就是降體重降有點多 所以狀況會比較不會是那麼好的 因為身材優勢吧 因為國際賽最重要的就是身高 身高如果贏別人的話腿會比較長 就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邁入地五屆的台北城市盃 共有地主台北 桃園 新北 以及亞洲地區的中國上海 韓國大丘 泰國曼谷等共十一隊 一百二十二位選手參賽 期待台灣好手藉此機會和國外選手切磋交流 提升競技實力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午餐 土上 龍尾 山 天手 油 天手 隨��면 薄 希桃園 藍津 林陸 石的